再带您看到的是打击犯罪或携寻失踪人口的人民保姆 现在也要帮忙寻找食物 在副理派出所接获了老梅农的报案 表示从梅园下工之后发现钱包不见了 里头有现金16万以及两本的存折 那么远景是除了安抚老农紧张情绪之外 也在梅园的方圆百里范围之内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那么果然是在约三公里的农路上 发现了一个透明的塑胶带 而里头的钱包现金以及存折都是完好如初 而老梅农才破题微笑也感谢远景的帮忙 远景接获无信老梅农心急如焚的报案指钱包被偷 里头有16万元的现金以及两本存折 远景除了是安抚老梅农紧张的情绪 也耐心的询问十八经过 并从中抽丝剥剪 远景借着蛛丝马迹研判可能还遗落在梅园里 于是带着无信老梅农从返山上的梅园 展开地毯式搜寻 老翁是为梅农 当天早上有前往会在富南村山台的梅园进行采收 工作结束后随即返家 就忘记自己的钱财放在何处 同仁察觉老翁的钱财有可能掉落在工作地 随后便与胡翁前往梅园徒步展开寻找 黄天不负苦心人远景与老梅农 在产业道路约三公里处 发现了一个透明塑胶袋 袋内包括钱包、现金以及船则都完好如初 无信老梅农当场清点污污后 终于破替微笑松了一口气 原警上山披荆斩及在草丛堆里寻找 让无信老梅农辛苦的血汗前失而复得 他万分感激警方的协助 而原警也顺势宣导呼吁妥善保管支撑财物 如有失货他人财物 也请务必送交到附近的警察机关 切勿因一时贪念站为己有而误触罚网 记者是越南复理采访报道